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没吃的了吧 偷谁家的胡萝卜呢 管他谁家的呢 这两天大鱼大肉吃多了 我想是上山来找点素 你还有酒喝呢 那咋没有呢 俺昨天刚打的 高粱烧 要不你也来一桩 你请俺喝啊 那当然了 卓子 咱们到那头喝一桩去 我才不跟你喝呢 卓子 在村里边都知道 你跟俺最过心了 任邦 你别胡说八道 好 我胡说八道 自从你们家成祖光荣了以后 俺 别提那死鬼 他害的害的还不够呢 好好好 不提不提啊 那你 上俺的屋去喝一杯 啊 剩你那里 那 那要不就在这儿喝 这儿怎么喝呢 那 那上那小树林里去喝 走吧 来来来 来帮你拿 任邦 你别拉拉扯扯的 让人家看了不好 这 连个鬼都没有 谁看呢 来来来 走吧 走 任邦 你急什么呢 你放手 这七天白睡的 晚上再来 我走了 任邦 书贤 书贤 我替小学校新来的老师说 他 他不回来了 谁不回来了 哎呀 还会有谁 孙老师啊 真的吗 那个新来的老师亲口告诉我的 他说本来只替孙老师带一周课的 可是 现在要带好几周 这不是板明了不回来了吗 哎 你干嘛 你去哪啊 哎 书贤 哎 你去哪啊 你快点儿啊 快了 哈哈 今天好玩吧 嗨 好玩 怎么样啊 你说是我们这儿好 还是你们那儿好 当然是这儿好了 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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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 累不累啊 不累 往那儿跟你说别提多求问 什么都不可以用 别用心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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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怎么回事啊 摔着没有 磕着没有啊 我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没事没事 回来啊 我们再买一件啊 骑车那么冒失 谁敢嫁给你啊 等你嫁给我了 我就不冒失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 就是长了眼睛才这么走路的 舒贤 舒贤 你怎么在这儿 你当然不希望在这儿了 啊 我好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 这是林平 林平 这个是 这个 这是我表妹 谁是你表妹 你别在这儿瞎嚷嚷嚷 你别在这儿瞎嚷嚷 除了杨孝对你们有好处 若曦 你怎么能这么对俺呢 舒贤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但不是跟你 我跟林平是父母的意思 父母之命不能违抗啊 你好自为之 若曦 你走不走啊 你再不走 我走了 来了 来了 舒贤 咱俩总算好过一场 这 这点钱 就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吧 哎 林平 哎 林平 哎 林平 你弄我 林平 四若曦 别走这么快啊 你混蛋 哎呀 你回来了 哎呀 你回来了 阿琪 姐 娘 俺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 俺真就过去伺候你们 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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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能干这种蠢事呢 书贤 春莲 你还不是在做梦吗 书贤 书贤 你没有做梦 我是春莲 我回来了 书贤 春莲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要我去死 孙若曦 我不是人 孙若曦不是人 就让你去死吗 你不想想你大爷 桂花姐 你想想我 还有水山哥 你为什么就不能活下去呢 阿美脸在我那这个世上 阿美脸在我那这个世上 就是天塌下来 你也要好好的活下去 我说的对不对 这个女人 果然又故意惹事了 江润宝 她也不嫌恶心 她呀 这叫鸡不择食 一花接木 一花接木 这就是说 她的肚子里已经有了 所以找江润宝 当替身 那敌人的下一步 会怎么做呢 肯定是搞破坏 所以 现在村干部的安全第一 村里之前物资的安全 也是第一 叔 春林呢 春林还没回来呢 我掐算着 从咱们的到烟台 一个来回她怎么也该回来了 七尺一个来回 两个来回都该回来了 呀 不会在路上出什么事吧 不行 我得烟图去看看 我是她爹 要说着急我不比你着急啊 哎呀 叔 村里工作这么重 你拖得开事吗 就是派人去找 也轮不着你呀 爹 林子回来了 爹 爹 林子 爹 你好心了吗 我是不挺好的吗 爹 早就没事了 林子 你走了没多久 上级就来通知了 说如春已经归队了 爹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饿了吧 我给你做饭去 叔 我来吧 水山哥 你没事吧 叔先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我没事 我是谁啊 他们动不了我了 我给你做饭去 我去做饭去 闺女 让你受苦了 爹 我没受啥苦 如春 他是立功归队的 闺女 你是救回俺儿一条命 现在又救了舒贤一条命 让俺老东山咋感谢你 爹 我是江家的儿媳妇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您还说什么感谢呀 俺老东山能贪上你这样的儿媳妇 那是俺老东山的福分 爹 孙玉英 你不能进去 今天去委派我专门来参加山河村 里边在开会吧 按照张区长请你回避 再说了张区长也没有来 批准了山河村村委队的报告 由曹春林同志接任山河村副救会会长的职务 由江亦山同志接任山河村清副队长的职务 你以前谁见了还不公为的 他拿着枪了你拦了 那子军回避 这人不吃饭就活不了 你不吃饭活给我看看 好 俺就不吃这顿饭 我给你看看 你这又是去哪儿啊 俊英啊 你这怎么了你啊 扑到那身红皮有什么可惜的 共产党的窝囊器你还没受够啊 撤了支伟撤会长 撤了会长开除党籍 怎么了 你还留恋共产党吗 我祝贺你获得新生了 对 军英 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只要等中央军一回来 你就等着瞧 我得先杀了曹春梅和曹春林姐妹 再杀了曹震德和江水山 这就对了 找他们算总账 杀他个人家麻烦 不过 俊英被他们开除后 咱们村里的内线就彻底被他们掐断了 咱们不能这样瞎子磨合的忙干 必须马上发展新的内线 为佩克中央军的大反共做好准备 发展谁啊 那村里就那么几块料 总不至于发展曹震德江水山他们吧 江 江苑庭啊 江苑庭 俊英 你不是对他考察很长时间了吗 他对共产党是真恨的还是假恨的 是 是真恨啊 那共产党两次逼他去打仗 先是把他变成残废 后又扮他的逃兵 他不跟共产党恨谁啊 再说他跟我不一样 我和共产党那是不共戴天 他是一个穷架花子出身 有哪儿便是娘 不 你们可得摸石了 摸石了 没问题 军阳那你 你看呢 汪爷 俺觉着他是真恨 他特别恨曹震德和江水山 恨得越深就越保险 老子就喜欢这种苦大抽身的人 这么 程庸祖 你马上回去找江仲廷见面 看他有没有归顺的意思 要是有 你就把他给我带着这 行 我知道了 就 那我们就先走了 那去吧 俊英 走 等等 那个俊英暂时先留下 我有重要的事向他单独交代 你先我回去吧 好 就那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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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以后汪爷叫你来 你就来 啊 你又是不来 望远我就把你的心挖出来下酒喝 来 春灵 你这儿带我去哪儿啊 去看书贤 书贤 书贤咋了 水扇哥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如果说书贤的心是一把锁的话 那么你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啥钥匙锁的我不懂 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江水扇 我不去你干嘛这么着急啊 你看你都当副局会长了 还急就哭鼻子 水扇哥 如果你还想让我叫你叫水扇哥的话 你就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好 你说吧 咋回事 我和书贤从小一块长大 在我心里 书贤就是我最好的姐妹 我已经把她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可是 要不是我昨天及时地赶回来 在悬崖边看见了书贤 她现在早就 原来是真的 我还以为是那些闲的无聊多嘴的婆娘们 胡说的 可你知道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也许你们都以为 她是因为那个抛弃了她 欺骗了她的孙若曦 可你知道 她为什么要答应孙若曦的求婚吗 她一个大姑娘家 好几次鼓起勇气去找你 又是给你做衣服 又是给你送军鞋 她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可你倒好 总是硬邦邦地跟她说些大道理 还三番两次地拒绝她 你知道她心里有多难受吗 就是在她最痛苦的时候 孙若曦才趁血而入的 水山哥 难道你真像你娘说的那样 是一个木头吗 水山哥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兄弟 是我的水山哥 你就答应我 去看看书贤吧 别再辜负她对你的一片真心了 水山哥 我希望你们两个 能成为革命的战友和伴侣 你真是这么想的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好吧 我答应你去看看书贤 去试着劝劝她 但是 至于你和书贤是怎么想的 我不管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不想台湖乱家 水山哥 我相信 现在 只有你去安抚书贤的心 才能使她重新快乐起来 咱们快走吧 你们可来了 快进来 书贤怎么样了 书贤自打从烟台回来以后 天天不吃不喝的 像掉的活一样 急死我了 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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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书贤 好点了没有 赶快劝劝吧 爹 来了 我和水山哥来看看书贤 儿啊 听说最近 你当了副救会长了 往后的工作可更忙了 难为你还惦着书贤 但愿你们这一来啊 书贤他能好一些 嗯 爹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啥事啊 说吧 我 说吧 听着呢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书贤和水山哥的婚事 丫头 你怕啥啊 怕俺老东山闲平爱夫 不是不是 自打你们一进院门 我就看出你林子的良苦用心了 你亲自带着江水山来看书贤 那世人都应该明白这是咋回事了 嗯 爹 那 您的意思是 哎 只要按书贤愿意 按亲自登门 向水山他娘提亲 真的 太好了 走 书贤 书贤 春铃 你可回来了 水山哥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叫你劝劝书贤的吗 我劝了 可我越劝 他哭得越厉害 那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我说了 我还给他赔礼道歉 说我以前又对不住他的地方 请他原谅我 我把所有能够好事都用上来 看 看 他哭得没完 嗯 你怎么这么笨呢 不要我 我受不来的 嗯 嗯 嗯 书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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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美同志 哦 川刀同志 你找我有事 如果有时间 我想跟您谈谈 哦 请坐 我给你倒杯水 哎 陈美同志 不用客气了 嗯 你难得主动到我这儿来 我相信 您要找我谈的事情非常重要 我知道 组织上 最近正在调查我和孙军的关系 我现在来就是要向你 向组织 交代这件事去 你能主动找我谈这件事 这表明你对组织的信任 你请讲 我也知道 有人把我和孙军的关系 看得很严重 甚至到了怀疑我革命立场的地步 说句老实话 就个人感情而言 我的确对孙军英同志有好感 他人长得漂亮 脑子灵活 性格泼辣 确实对我有一定的吸引力 特别是他的身世 以及家庭的不幸 更让我对他产生了同情心 因此跟他有过一些过敏的接触 但是我敢向组织保证 我张超对他始终坚持的是多团结 多争取一份革命力量的原则 绝对没有任何危害革命利益的行为 因此 我希望能向组织上做检讨 深刻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 并恳请党 给我立功改成的机会 张超同志 你能向组织敞开心扉 讲出你的真实思想 我很感动 我一定认真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 如实汇报你的思想 也希望你从中吸取教训 纠正错误 弥补损损失 全力地投入到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去 我别无他求 只希望党能够信任我 党是信任你的 谢谢你 紫媒同志 仲廷 还没睡呢 俊阳 有个事我想问你 说 你跟张区长是不是有关系啊 谁说的 你甭管 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么回事 没有 绝对没有 江水山出事那天晚上 张区长是不是跟你在一块 说不定就在这张炕上 没有啊 绝对没有的事 人家张区长自己都承认了 你还说没有 骗谁呢 没错 张区长那天晚上是来过咱们家 可是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档子事 你知道 俺这些日子有多苦啊 大会小会全都批判俺 骂俺 有人唱俺吐唾沫 全村人都不带搭理俺的 只有张区长信任俺 鼓励俺 让俺好好表现重新做人 俺是请张区长到咱家来吃饭 俺是为了报答他 那你就用上抗的方式来报答他 你胡说 人家张区长根本不是那种人 也不知道是哪些王八高子红了眼 无中生有的来陷害 仲廷 你可千万别中了他们的技啊 跟着那些没良心的人来加害自己的老婆 仲廷 你说话 谁 出来 才 谁 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宋天哥 不认识了 你 你 你是人还是鬼 你说你 你不是新生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没死 我跟你一样 偷偷跑回来的 当了逃兵 那你到我家来干啥来了 不干啥 我们俩不是同名相怜吗 我来会会 会我 宋天哥 看把你吓的 宋天 别怕呀 我跟你说 咱们的好日子 马上就要来了 我实话告诉你 共产党弹在山东是打了大白仗 老蒋的中央军马上就打过来了 那曹战能降水山 立马完蛋 宋天 跟着我们一块干吧 有冤抱冤 有仇报仇 咱们的好日子到了 别别别 兄弟 你把这玩意放下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句话 我只想过几天好日子 我对你们这 我 真的不敢呢 我 怎么 你对那些泥腿子你还舍不得 你还对他们抱什么幻想 他们还会可怜你 我告诉你 错了 他们都恨死你了 仲廷 你只有跟着我们干 你和俊英嫂子 那才有翻身出头之日 郑主 我求求你了 你快走吧 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那么好就杀头的 你不跟我们干就不杀头了吗 我劝你还是跟着我们干吧 那你得让我想想 行 我给你三天时间 想清楚 吃糖 孩子 来 没事 这是孙老师的喜糖 拿给小朋友们吃 不用孙老师 你放老实点 到我村公所 见个安姐再说 走吧 孙老师 我叫你别回来吧 你偏回来 这可好 都当人家给犯人压起来了 都是些孩子 没事的 一会儿见了孙干部就没事了 这孙老师的媳妇 长得可真漂亮 你看那瓜子脸 那药身 真匀 那药身 真匀称称 真白净啊 哎哟 到底是成岭了吗 长得就是白了 哎哟 要是都长成你这样 那三个村的男人都跑光了 走走走走 看上去 小姐 二爹 二爹 你什么事啊 我把孙老师压过来了 孙老师 他又不是坏人 你压他干什么 他没有路条 再说还带了一个新媳妇 谁知道那是真的假的 你们进来吧 大家好 淳灵 哦 副舰会长 孙老师 你回来了 哎 怎么 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你漂亮的新媳妇 哦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爱人林平 家住烟台 也是教书的 林平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山河村的 副舰会长 淳灵 你好 林老师 你好 你好 我代表我们山河村 全体姐妹 祝你们新婚幸福 白头偕老 谢谢 谢谢你 大家到我那去坐坐吧 我请大家吃起糖 不用了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哦 要不我们先告辞了 回头 大家上我那去玩 哎 苏老师 我们女命令队 正好差一个人 不如把你的新媳妇 也算上呀 啊 这再说吧 我们刚回来 一路上比较累 回去先休息休息 这事儿 我俩商量商量再说 嗯 告辞了 你们忙 再见 走 大爷 大爷 孙苏苏西 是我大爷 你这是 我结婚了 这是我太太林平 叫大爷 大爷好 我们俩刚从燕台回来 专程来您这儿 看望看望您老人家 孙苏苏西 你行啊 你就是这样做人的 是不是 你呀 趁早 哪发财发财去 我永远不想看见你 出去 走 走走走 我们走 走 个兔崽子你 什么玩意儿你这个 我来个儿 我来个儿 狗愧是个逃兵 贱人就举手投降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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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今天就你一个人 江水山没有派民兵来监视你 他们的民兵搞训练 抽不出人手 叫你自个儿来 那他们 是不是对你已经放心了 你又曾自己人了 不知道 反正都是割草 就我一个人 好 你家俊英说得真准啊 今天就你一个人 是个好机会啊 仲廷 跟我走一趟 我带你去见个人 程祖 你别费心了 俺对你们那事没兴趣 仲廷 这话 我可已经跟你说这么多了 我可都是为了你和俊英嫂子 你愿不愿跟我们干 你去见了这个人之后 随便你怎么决定都行 不过今天 你必须跟我走一趟 陈总 这是规矩 走 快点 走 走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